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好亲爱的亲众朋友大家好 然后呢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就是就这么简单 然后30个小练习让生命大翻转 然后NLP工具箱 然后是安心所著作 然后是究竟出版社的 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邀请谁呢 邀请一个叫做寻意老师 然后他是NLP非常厉害的一个专家 然后他乐中于把这个NLP应用在生活 然后尤其是在自我的方面 包含比如说你会有拖延啊 或是那个让你的那个记忆倍增啊 或是生活的那个积极度 都有相当的显著 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线上就是寻意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寻意 今天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可以跟书这本书的原作者安老师 一起来聊一聊这一本 很有意思的这个NLP工具箱 30个小练习的这一本书 是 你看这本书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会不会太简单 我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啊 我第一个的感觉 它会是人们在接触NLP的第一本书 无论您是否各位听众们 你们是否有心理学的这样子的一些背景 你在翻这本书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本书它非常的简单容易了解 那而且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因为NLP它这一门使用心理学的这个学门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方法 那安老师他能够在这么这么多的方法里面 整理精炼出30种 在日常生活里会非常好用的这些技巧 这个需要非常强的这个内化 还有实做实用的这个功夫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它是NLP运用在生活里一个非常精华 而且好入门的一本书这样子 对啊因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NLP好像看起来很高深 对不对 其实它在生活我们生活上 其实应该应用的非常的 像徐一老师 你在课堂上的教法 就是这几个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就是这本书里面有哪一些重点 是你觉得非常可以在生活啊 或是在课堂上好好应用的一些技巧呢 就是按照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五个大的篇章 那我觉得这些篇章里面啊 如果是从刚开始接触的读者来看的话 我会帮大家找一些最容易入手的项目 最容易入手的方法来进行 我直接就是顺着这个书本里面的这个项目啊 就是带着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 像第一个叫做所谓的翻转力这件事情 我觉得呢 在这本书第24页里所谈到的 那个身体姿势的转变 就能带动你心情的转变 因为在NLP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说法 叫做身体跟心理之间是相互联通的 身心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当您的身体的姿势跟姿态 产生转变的时候 您的心情也就会跟着转变 就像啊 这个书里面所提到的 当您的心情是比较低 比较低的 比较那种有点不开心的 比较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您可以去做一件事情 第一个呢 就是换个不同的空间 换个不同的位置 第二个呢 就是让您的身体的姿态 变得是比较开朗的姿态 例如说 就是人的手是比较打开的 手的手势是比较打开的 人的胸膛的姿态是比较挺起来的 头是比较抬起来的 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对 这个在书里面 安老师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操作运用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透过身体的一个姿态的转换 马上就能够创造一个不同的心情的感觉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方法 好 那学医老师我可以就是来问一个问题 因为你知道吗 一般人就是因为心情不好 情绪不好 所以才会有那个姿势 然后你偏要叫他改变 他就 你知道吗 就有人就觉得 哎呦就已经很累了 就很烦了 你还要叫人家做什么抬头挺胸啊 或是走路要强啊 你知道很多人都遇到之后 你就不想啊 就灵验呆在那边啊 灵验呆在那边啊 那怎么办呢 在这边的话 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离开你原本站着 或者是坐着的那个位置 直接换一个空间 例如说你原本可能是在卧房 那就请你移动到你的客厅之类的 当你换了一个空间之后 那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 就会更有动力去做一些 更进一步的调整跟转变 特别是肢体上面的一些转变 嗯哼 对啊就是离开那个空间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啊你至少去 出去买个饮料去来喝 那就整个就改变了 对对对对 是的这是一个最好的 而且是最简单转变心情的一种方法 对因为如果想说 如果有些人啊就赖着 赖着说就不要醉就求他 你帮我去买个饮料 或是你帮我去干嘛 马上出去回来 哎呦结果心情好像有一点变了哦 对这个这个其实是安老师非常好的去运用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要转变心情的时候 嗯 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去中断当时的那个对于不好事情的注意力 那例如说就像安老师讲的出去买个东西 嗯 就是把我们的心思从原本在不好的事情上转变到 我要买什么 我刚去逛了一下Seven 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 好吃的东西 转变了注意力之后 那心情马上也就可以跟着转变 嗯 这个是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好用的一种方法 对啊 我发现行李老师有讲一个那个我们讲关键字中断 一般人之所以会会一直困在里面 就是因为他不会中断 比如说你上一个困扰的思维 然后你一直让他原生 你只要会中断 我觉得NLP好处的 好玩的地方是他可以可以让很多 比如说你原来就想这个 然后换个模式换个方式 换个空间换个肢体换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你搞不好你就不会困在我们讲旧的那个负面的那个状态 好那第二章 在我们来讲你第二章你觉得哪一个东西好玩呢 嗯 第二章呢在谈的叫做沟通力这件事情 是 那沟通力这件事情的话 人们都是很注意沟通的 无论是对你亲近的人 或者是对于你身边职场上的所遇到的人 各式各样的人 对 那沟通对于一般读者来讲的话 有一个最好用的东西 我直接举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呢 就延续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去外面去买了一个吃的东西回来 是 然后你带了这个吃的东西回到家里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说 呃这个东西藏起来 吃起来还不错 这是第一种说法 是 然后呢 第二种说法呢 叫做这个东西啊 吃起来啊 让我的舌头啊 都好想再品尝它第二次 嗯 这个是第二种说法 对 然后呢 再来第三种说法呢 叫做这个东西 我吃过之后 对 我发现 我这一辈子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 嗯 如果要我再买一次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的再选择它 再吃它一次 是 那所以这个 我刚刚在陈述的这三个说法 嗯 其实呢 在安老师的这本书里面 在第94页的地方 就叫做语言的魔力 嗯 那什么叫做语言的魔力呢 就是语言说话这件事情 对于人们的影响 其实是非常大的 无论是对于人的想法 嗯 或者是对于人的情绪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嗯 当我们把这个东西描述的越生动 嗯 或者是我们在谈这件这个东西 说的越清楚 越活灵活现的时候 嗯 那么它对于我们听众来讲的话 就是那种影响力 或者是认为是它很棒 然后它很好吃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就会非常的有感觉 嗯 所以语言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心理学运用上面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要接触心理学的各位朋友各位听众 我会特别特别优先建议 从选择语言的这个层面 嗯 去来进行去学习一些心理学的使用方式 是 我问一下 你知道像有些人就是词汇啊 就非常非常的少 你要叫他去形容这个好吃 他只能形容嗯 这很好吃 他不会像形容老师可以有不同层次的形容 那他的智慧很少那怎么办 哦 智慧很少这件事情可以用一个方法来解决 是 就是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所谓的情境 还有说所谓的描述的程度这样子 嗯 就是如果当你对一个东西非常有感觉的时候 对 你会很仔细的 会更细节的去描述 我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东西 我是怎么去吃这个东西 我是怎么去享用这个东西的 是 那当您讲的就是越详细的时候 相对的很多的内容会让听的人会有那种 就是仿佛就是身在其中 然后很鲜活的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老师的书上第94页的这个内容 其实有提到更多的一些深层的这个使用 或者说跟鲜活的一些使用的部分 其实在书上讲得非常的清楚 嗯 对的 我必须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个 群毅老师很厉害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才收到书几天内 你知道就可以把书大概讲的哪个内容 哪个哪里在哪里 你又要不要跟听众朋友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NLP这一门实用心理学 那所以我把NLP这个学问 就是运用在关于学习的这个方向上 那特别就是用在于就是关于阅读的这个层面 所以我在拿到安老师的这本书的时候 对 我大概花了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把这本书整个都大概都了解过一遍了 那一方面是我懂得用NLP的一些方法加强加快阅读的学习效率 这是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也是因为我对NLP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我对NLP有了一些的基础的知识跟认识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会非常的快这样子 那也在翻过了这本书之后 其实对我来讲 有非常大的一些就是在生活上面应用的一些想法跟收获 那我觉得在短时间内学得好 然后又有收获 这个是身为读书的人读者来讲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很多人都看书都画不到 重点都画错你知道吗 下个徐英老师很厉害 因为你知道吗 不管他在他的群组或是他的相关的FB 或是他的那个应该算是你的粉丝团 对 里面都详细在记载他 比如说他读这本书 然后哪里的重点 然后哪个就是他在上什么样的课 什么样的重点 他都非常乐意的跟大家分享 你要不要介绍你的粉丝团叫什么名字 我的粉丝团的话叫做徐英老师就是让你过更好 他是一个FB的一个粉丝团 那就是我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自己本身还有一个部落格这样子 那这个部落格的话 他就是记录的 或者说记载着我的一些关于实用心理学的一些想法 或者是启发这样 那这个部落格的话呢 他叫做寻意的潜意识空间 那寻意这两个字呢 就是寻找人生的幸福如意 同为两个字 追寻然后幸福如意的同为两个字 寻意两个字 所以是寻意这两个字是由这边来的 是的 没错 好 那继续继续 我们接下来的章节是 好的 第三节 第三节的话 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呢 第三节的话 在讨论的内容 其实就是关于学习力这一块 那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说就是要学得好 一开始就是要先做一个模仿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而且就是你去找你要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所谓的你的偶像 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佼佼者这样 那就像在这个领域里面 你就观察一下这个偶像 可以观察到两个部分 这个第一个部分的话 其实是在老师书本上的第146页 谈到的 就是这个偶像 这个佼佼者 他的外在表现出来的言语行为 动作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一种 外在模仿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就是第一种模仿 然后再来第二种呢 就是在老师书上的第166页 有提到一个部分 那这个内容的话 用最简单的来说就是 模仿那个偶像的内在 就是那个偶像 他的内在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他的思考的逻辑 他的反应的顺序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方向的话呢 就是去模仿这个佼佼者 这个偶像的内在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学得好 所以容易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就是去模仿那个偶像的外在 还有内在的各式各样的行为跟反应 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就看徐云老师这么好 最近他在看什么书 那我们就模仿他看什么书 对不对 或是徐云老师他在讲什么课 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听看他的知识 他的动作 你看他非常的严谨 然后会把重点啊什么摘入 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这样写就对了 好那第四章在讲什么东西呢 第四章在谈的内容的话 就是关于所谓的生命力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老师 安老师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生命力 我觉得有两个点是非常有意思的 第一个点是在书里面 是第172页 谈到了所谓的嗅觉 闻起来的味道这件事情 对于人们的影响 那当你有闻到一种特定的味道的时候 我们人常常会有被勾起不同的感觉 或者是不同的回忆 例如说闻到一些像精油的味道的时候 那精油有很多种不同的香味嘛 不同的味道 那可能 例如说你闻到像薰衣草的味道 或者是像松竹之类的 这样的味道的时候 雪松之类的味道的时候 你会觉得比较平静 你会觉得比较放松 那如果说呢 你闻到例如说像玫瑰花之类的味道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幸福 你也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活力一点 所以透过味道的方式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心情跟想法 而透过味道 闻起来的味道 嗅觉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嗅觉对人的影响 常常是我们很不容易去察觉到的 那但是它对于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透过嗅觉的方式 经由大脑的一连串的转变 这个转变在老师的书上 有提到相关的一些生理转变的机制 但是透过这些转变之后 你可以非常快的去转变自己的心情跟想法 所以我可以这样子来做分享 就是透过嗅觉去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或者是情绪 其实是一个最有CP值的一个方式 CP值最高的一个方式 而且非常的快 因为从闻到到产生转变 这个速率非常的快 所以嗅觉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种方法 对啊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们徐云老师可能对这个 我们讲相分 其实是有一些小小的研究 才会出各种的 比如说精油的 比如说雪松啊或什么 这是不是一般人可以说出来的 人家可能说油加利啊 茶树精油啊 或是就一般的比较简单 我们徐云老师讲的是雪松 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瓶精油 对啊 就是谢谢安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刚好就是对于心理学 有一些小小的就是兴趣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会开始就是去了解一下 什么样子的味道 对于人们会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影响 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认识 好 那最后一章 最终徐云老师有特别来跟我们 谈到哪一个部分呢 对 就是在这边 关于生命力 这一个章节 我刚刚还有提到 安老师在书上 其实有一个地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每一位读者都可以 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试试看 这个方法呢 他在书本上的第197页的地方 那这个方法 我们通常在心理学里面 没有给他一个特定的名称 那我自己给他一个方法的名字 叫做所谓的天秤法 就是所谓 这个天秤法的意思呢 就是当你拥有一个 很难去 两难去做抉择的 到底要选A还是要选B 到底是要选台股便当 还是选鸡腿便当 类似这种 当你有两难抉择的时候 那我们都可以去使用 这样子的一种天秤法 那操作的方式 请大家可以去看书里面的 第197页开始的地方 阿老师讲得非常清楚 天秤法应该怎么样来做操作 那我在这边就是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天秤法做出来之后 对你来讲比较重要的 比较有价值的那个东西 会被你选择出来 那我想补充的 或者说我想分享的一点是 你所做出来的这个选择 它其实对我们来讲是透过潜意识的方式 来帮我们做出了一个选择 所以呢 我们选出来的那个东西 是自己在潜意识上面会比较喜欢的 那而且就是我们真的要去选了它 直接去执行它 或者说直接去使用它 在心情上面也是会比较心甘情愿的 那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选出来的是潜意识 帮我们选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乐于去接受它 那它对于我们实质的 所谓我们讲所谓的功力的效果来讲 到底会不会特别比较好 其实不一定 那但是起码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会很甘愿的 然后很有动力的去选择那个 去做那个我们已经选择出来的那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天秤 天秤法它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它帮我们找出了我们内心里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方法这样子 所以大家可以做查找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你只要遵循自己的内在去走的话 那准没错 但是很多人就是都没有遵循自己的内在 老是听别人讲或是谁谁谁怎么样 那都不是 如果不是你的 然后做起来 那个不是这么顺利 我是做好了 然后心情还是不是很好的 那一定不是你内在最深的想要的 好那最后最后一章 对最后一章呢 就是探讨的就是关于命运 或者说探讨的是运气 这样子的章节 那在这里面我觉得 安老师他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叫做说你怎么样让自己觉得是一个 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去培养一个自己具有乐观的想法 跟这样子乐观的性格 可以怎么样来做 那当然乐观这件事情 有一些人是天生的 但是呢 有些人可以透过后天的方式去做培养 那老师在第237页里面 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请你去找找看 在这三天之内 你觉得你遇到了什么样子的 很顺利的 很幸福的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方法 虽然它看起来就是我们每天很去 很固定的去找一些幸运的事情 但是这样子不断的重复的累积下来 你会发现自己在看待事情的那种角度 会越来越去搜寻 什么事情是对我们而言是很幸运的 那当我们遇到很幸运的事情的时候 心情也会跟着去转变 会去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这种培养乐观 培养幸福感的一种最实际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用 那如果三天内都还是找不到任何 任何幸运或是没有的事情的话 那怎么办 关于这个部分 就是在找幸福的事情 或者是幸运的事情的时候 请记得就是可以从小的事情就找起 我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如果说我们去Seven买东西 然后Seven的店员对我们很客气 然后而且还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微笑 如果你在当下的感觉 觉得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的话 它就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它就算是一个值得我们乐观的事情 或者呢 我们去搭捷运的时候 然后当你到了月台 车子刚好就来 你也不用等 那这应该算是一件幸福 或者是乐观的事情吧 这样子的小事情 其实就算这样子 所以所谓的幸福感 还有所谓的乐观的态度 这些其实都是从生活里面 很小很小的事情 逐渐的去累积起来的 逐渐去发现出来的 是 我觉得行运老师真的讲的实在太好了 讲的比那个作者还会讲 今天真的谢谢行运 跟我们分享 就这么简单 三四个小练习 让生命大翻转 NLP工具箱 然后究竟出版社出的一本好书 谢谢行运 对谢谢安老师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